广东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 5月19号向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公开信 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郭飞雄 张青在5月20号隔一天 也就是5月20号绝食了24小时来声援郭飞雄 并发表绝食感言 呼吁中国进行非暴力全民抗争 接下来我们就立刻透过连线 请郭飞雄的妻子张青 来为我们进行说明现在有关的情况 张青你好 你好 是能不能和我们先谈一谈 到今天为止 郭飞雄的绝食抗议已经进入了第16天 能不能介绍一下郭飞雄他绝食的要求是什么 还有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郭飞雄绝食生命的要求是 他呼吁习近平主席能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呼吁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电刑 在全国范围内的监狱里面取消电刑 然后呼吁中国政府改善政治犯的待遇 呼吁这个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现在该在军医里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他身重病 然后得不到这个治疗 然后外界有压力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给予治疗 但是中国广东省国宝当局利用了这个机会 这个对郭飞雄进行了进一步的凝辱和伤害 所以他正在绝食已经进入第16天 具体的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 是的 我们也知道您最近发表一封公开信 那么您在公开信里面呢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体提出了哪些诉求呢 对我就是郭飞雄的诉求 我也把这个郭飞雄的几条诉求全部放进去 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 郭飞雄之所以在军医里面发生这些 这些造成这么多的迫害 是因为中国最重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没有改革 也就是说还是一种独裁专制社会 一个共产党统治所有的 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为所欲为可以用非常多的非法手段来压迫民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郭飞雄的几条呼吁 也就是我的呼吁 然后呢其中我还加到了两点 就是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郭飞雄 然后呢呼吁中国政府能够追究广东国保系统 和阳村监狱里面的这个虐待肚子罪 和这个虐待监管人员的罪责 是您在这个绝食的感言当中也提到说 内容写到说这个是时候了 中国需要一场非暴力的全民抗争 需要通过这个抗争呢 来争取人的基本权利 尊严还有自由 不过有人质疑说 为什么您要强调一场非暴力的这个抗争 认为中国其实有这个暴力转型的正当性 不应该被排除在外 那么您如何回应有这样的质疑呢 我认为这个非暴力抗争呢 就是跟暴力相反的 是通过一种和平的手段 来这个推动社会的进步 推动社会的改革 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诉求 我们只需要征回来 我们自己所应该有的权利 和自由和尊严生活 我们并不是说要把别人 就伤害到别人 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权利 那么我觉得只需要用和平的 这种非暴力的抗争就可以自己得到 是的 不过您刚才也提到说 这个绝食感言当中呢 又提到这个要为这个郭飞雄 走出监狱做一切的努力 那么能不能再和我们进一步的说明 就是您目前到目前为止 为郭飞雄所营救的努力有哪些 我就是给这个 给国家主席写了公开信 给他们写是因为要让他们知道 在中国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 郭飞雄受到了什么样的这种迫害 希望他们能够 如果他们能够 自治这种行为 这也是非常好 第二就是跟国际社会呼吁 也希望媒体能够帮助这个呼吁 然后呢这个我还会给 关注中国民权的各个国家的政府 写这样的公开信 请求他们的援助 是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我在最后请教张青女士一个问题 就是郭飞雄至今已经绝食了16天 目前收到的官方回应有哪些 还有说接下来还有哪些行动 或者是有哪些诉求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措施 你们打算采取 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太多的 这个来自官方的回应 我们现在就是得到的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这个外界的这个呼吁呢 就是让他们给他治疗 但是没想到他们利用了这个机会 来更加的加害 那么事实上情况是走向更热烈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家人才加入到这种 这种绝食抗争中来 然后呢我们希望这个就是 郭飞雄应该得到独立的这个身体检查 然后呢如果病情需要的话 需要保外就医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 做这种检查和治疗 因为他们已经在利用这个机会 那么接下来如果还在 他的控制范围内的话 他还会利用这样的机会 我们认为 好的我们和郭飞雄妻子 张青女士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 非常感谢张青 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专访 感谢您